我和我老伴成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我经常跟她说 我是个女人 你是个男人 怎么什么事都要我管呢 为啥你自己不管 你是个男人 因为顶天立地顶男人 因为家什么事都应该男的去做主 为什么都要我管呢 人家都说我找了个好媳妇 说什么都能干 其实我老伴一天到晚都不着讲 天天人都看不见 整天在外边到处疯 这一天什么都好 无所不好 大老远的千玛丽地 我就找我们这一个老汉子 从而我老伴一分钱都不给我 别不能让我多了有钱 整天跟我在钱上斤斤计较 就是不让我多了有钱 我这一辈子嫁给她 我太委屈我自己了 就我这一个人 我嫁了她呀白瞎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军63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女嘉宾李幸之63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谢谢 结婚三十多年了吧 对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啊 对 有几个孩子呀 四个 现在当爷爷奶奶当了吗 当了 姥姥姥姥姥当了吗 当了 多幸福啊 到我们这干嘛呀 因为她吧 为家不负责任 从年轻时候她就是不负责任 从年轻时候就不负责任 对 像当初那时候一开始下来 她给单位开车 开车完了又拿不回钱了 后来没办法了 我就是给她自己 我从我娘家借了四万多块钱 给她买个面包车 自己搞运输 从很早 多久之前啊 二十多年以前 二十多年前就搞个体运输啊 对 那得多有钱呀现在 但是她没给我拿回钱了 哦 钱呢 一般好硬在外边拿 白天拉扯拉活 晚上不回家 哦 她有一次吧 她拉到了几个男的 嗯 上了一个女的 男的到地边都下车了 这个女的没下车带个小孩 哦 那一天正赶我跟车 我在后边 她问那个女的 说你到哪下车 那女的说的那个 你上哪我上哪 啊 我说的那她 她我在后边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那她回家呢 你跟她回家吧 她就回头看看我 直到后边听了有音说话 也直到后边有个音 坐了一两分钟后就下车了 下车了我就问她 我说你 这个女的是不是认识你 你怎么认识的呀 她说我不认识她 我说不认识她 你怎么 你上哪她上哪呢 嗯 我说什么意思 那前我那个 搞运速坐车 她四五六个人 就上来了 上来到那 到地方了 她们拿着车就下去了 我先觉得都一起来 她没下 然后她就问她这种事 那因为我也没啥关系 对不对 那你还是一起认识她 以前搁那块干活 认识来回走 但是这次也一起上个车 咱也不知道 人是不是一起去 那你是狡辩 你还是认识 因为她就要跟你说 你上哪儿 我跟你上哪儿去了 这事发生在多少年前 就是养车的时候 开个体的时候 对 这个还有这么个事 对 有一次还拉脚 拉一个男的 收给医院送药 送药 他就把这个男的 拉到医院跟前 这男的就下车了 下车说的 我找大夫 把这药给我推销出去 完了你先给我拿三百块钱 我这一包药 能治好几千块钱 就是这个哥的报纸 包地包药 放在他车上了 他就顺兜地把这点钱 都给拿出去 三百块钱都给拿出去 拿完之后 完这个男的 下完车之后 到医院他就没回来 可能就走了 走了待一会儿 等着也不来 等着也不来 然后他最后去找 去找也没找找 最后回来到车里 你看一打开这个纸包 是不到二斤白糖 这三百块钱 就换了这个二斤白糖 被人骗了 对 你看你说上边受骗 找客户来活了 你说你能够去吗 他说装货一堆回来给钱 我先找人去把 那个借三百块钱 我先给他拿去吧 他一会儿回来连运费 带这个钱不就都给我了吗 那谁也才是骗子 那你傻呀你呀 人要钱就给 傻的人 他不能说一回到 老有不上啊对不对 哪有不上当的 吃一切赶一阵嘛 后来这不养车不挣钱嘛 我俩就开始搞批发 往小店送批发 送完批发子 我一直在搬道 走搬道 他跟我提出离婚 他说咱俩礼拜一上法院吧 我跟你过得太累了 咱俩离婚吧 当时我的心就特别特别地难受 因为我那个眼 眼泪都在眼圈里转着 因为这句话 不应该是他说 后来我就是引气吞声 我就说了他就要回家 办法也就那么地儿了 当时我也想 孩子还小啊家里吧 还挺 活还挺多 事挺多的 最后有一年吧 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我俩吵架 真闹上法院离婚期了 为啥呀 就是用他老走 老也不找家 有时候一找他 有时候还找不找他 孩子弄家 我孩子小 我弄家我就找他去还得 法院问他说 孩子得自己说了算 孩子跟 你们三个跟谁呀 他说你们三个小点小 说的跟我妈妈 我说的那个 妈妈养不齐 你们三个 我说你跟你爸一样 你爸养上你吧 三个孩子谁也不跟他 完了 说那你们不要我 我们三个当流浪汉去 就是一听 我就一听说孩子当流浪汉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的 是谁起诉的当时 我起诉的 过不下去了是吧 对了 我后来行行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不能让孩子 我当流浪汉去 最后孩子没有妈呀 你说呀 孩子万一学坏了 怎么办呢 后来没招了我就回家 我起诉费我都交了 我就领着孩子回去了 我就耐求到现在 那次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因为他实在是太气我了 他干嘛了呀 除了不招家之外 不招家家里什么事 也不管 所有的活 那些所有的活都是我干 你给他外边整个车 他也拿不回钱来 那你说我要这个丈夫 跟你说什么用 说你说呀 就这么提着 提速跟他离婚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孩子小 我就耐求吧 一直到我都耐求到现在 我这一辈子我也跟他累够了 家我也操了够了 他家吧还什么也不管 什么吃喝拉搭碎呀 什么迎亲来往啊 里里外外的事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人承担 所以现在到老了到晚年了 我就要跟他离婚现在 我要过轻松的晚年纪 过了几年 轻松的晚年生活要过几年 对了 您现在过得还累吗 什么说呢 我也感觉也挺累的 有时候我一说他吧 比如说抽烟吧 他会抽烟 我说你少抽点烟 咱都是不是年纪都不小了 对应该自己保养身体了 我抽不抽烟不你管 我死 早晚是死 各有所好 你爱爱玩 要玩手机 要是跳舞 你不是好打 因为是 拍一次节目 买套服装 玩这手机聊天 家里活啥也不干 他说你有死 爱好这个 我爱好抽烟 各有所好 你爱跳这个 我爱抽烟 好好 清楚点 端倪来啊 接着再问啊 过去应该是大姐在家里 说了算吧 说了算 我不是 我说了不算不行啊 因为他什么也不管我 那我才不管呢 我这家就散花了嘛 扶不扶管 那不扶管也没招 就扶管 扶管就行 脾气大 脾气大 老训你 对 脸上没面子 咋就过了三十多年呢 教育我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现在孩子大了 好 那跟他有感情吗 一般吧 一般 一般是有还是没有啊 有点呢 能多不多年 能没有点吗 他说要跟您离婚 您离吗 他离呢 他要离 我得考虑考虑吧 是考虑考虑 是离还是不离呢 静可亮还是不离 松大四叔了 还能那个活多些年啊 对不对 不愿意跟他操心了 因为现在他傻与 什么也不管 听明白了 因为孩子大了 所以我不受这罪了 对啊 我也没牵挂了 孩子都结婚了 我没牵挂了 对 听见没有 刘大哥 离不离 他会有离 这就还得考虑 不能离 这时候男人得有点主心骨啊 到底应该怎么办 问题到底在哪呢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刘老师 你先来 这么有感触啊 是我看着着急啊 急 我就看到了一个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事 三十多年 通过台上这么不到十几分钟吧 我就知道大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短板 不会聊天 对 真不会 可能您做了 实际心也都是为这个家 为大姐 但是就不会说 刚才川一直在引导 哎 有没有感情啊 三十多年有一点 一般 哎呦 这话听得我都替您着急 您不能只做不说呀 学会聊天 心里想什么 爱对方 有感情说出来 不丢脸 好吗 别老板着 一点点吧 但真正离婚也离不了 好吗 祝大哥 大姐 幸福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刘老师 其实看他们二位呢 其实就是能看到 很多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 就是一起携手走过三十多年婚姻生活 然后相互之间的抱怨都非常的多 因为我在看二位在相互交流沟通吵架 谁也不让谁那个架势 我一下子就能想到我姥姥姥姥和我爷爷奶奶 家里面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现在当我爷爷去世 老爷去世 奶奶也去世 在有一个人先走 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那种孤独的身影 他们就会说一句话说 哎呀 真想再多吵两年呀 你想 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 哪有不记仇的 但最终要怎么让这个恩仇能够化解呢 就是在你实在气得不行 看他特别不顺眼的时候 想想他的好 大哥也对您好过吧 您不能 您得拍着良心说 不能一直把所有的那些坏事放在前面 把好事都看不到 所以您现在其实您看 您也说了 日子其实相对于过的是挺滋润的 每天有人出去跳舞啊 能玩挺开心的 就是回到家看到他不顺眼 那你怎么能把他看得顺眼呢 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魔鬼在折磨您呢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您自己心里 您自己心里的心结没解开 所以想要看大哥顺眼 要先把自己的心结解开了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谢谢 来 胡老师 这一对年轻人呢 谈恋爱 走向爱情 这叫情投意合 一对恋人 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合 一对夫妻 走完一生 说难听一点 那叫面对死亡 很多人认为 人的一生 如果剩下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候 一般都有两种想法 有一种想法是 反正时日无多 我干脆活出一个精彩的自我 我想怎么过怎么过 我再也不要忍了 就你这种想法 还有一种人是觉得 反正没有多少年过了 都挨过来了 算了 懒得换了 就这么继续忍吧 就是他的想法 但是其实人生是有第三种活法的 这第三种活法是什么 你不愿意忍是因为你不甘心 他愿意忍是因为他接受无奈 但其实还有第三种活法 就是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 坦然于自己的无奈 什么意思呢 忘也忘不了 忍也忍不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三十七年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想一想 彼此之间的纠缠和争吵 其实还挺有意思 如果能够在无奈之中 活得更加精彩 把两个人的吵架伴嘴和矛盾 当成一种生活的节奏来过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真的你们俩有一个人走了 你会怀念这种日子 所以既然要往下过 又舍不得对方走 又想活出一个精彩的自物 同时现在又卸下了 所有生活的负担 为什么不可以两个人商量一下 有一种更精彩的 舒适于两个人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你该跳舞 跳你的舞 但是在其他的过程当中 也开发一下 这老头的生活兴趣 到底是什么 又比如说 两个人可不可能 都去旅旅游去看一看 有的时候 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但其实有的时候 别人可能正在羡慕 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自己的日子 自己过 有的时候生活的绝效恰恰在于忍无可忍 还要继续忍 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我们这些后辈也没什么资格说你们 但是我觉得37年了 难道还没过明白吗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谢谢 好了 我们那个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60秒 别离了 离啥呀 这么大的岁数了还离啥呀 将就度过后半生 还能活十年八年呢 完事呢 那你在我跟前耍皮 你以后你敢一敢也可以 敢一敢 我也能原谅你 我就都没脾气了 还敢啥呢 这各位观众都看出来了 我就不会说话 没脾气 你以后你这个愿意高兴 愿意咋玩就咋玩吧 行了 请亮灯吧 前面有点半开玩笑的性感 最后说一句话 这句话就发自内心的 老婆在就有家 老婆都好了 哪有家呀 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官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区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前开门 前开门 回家吧 回家还得回过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 纯爱定制礼盒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来 我们见证属于 这对老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大哥 报一下 大哥 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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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报一下 虽然 too much 哎呀哎呀哎呀 来来来来 请亮灯 一抱已经动容了 二抱眼泪已经湿润了 其实你如果在三抱的话 你夫人已经 哭得稀里哗啦的了 其实就说明这两个人 亲近的太少了 来吧 回家呀 多抱抱 没时间 多抱抱 什么没时间 你看这个感动的 行了 回吧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谢谢